我们今天要测试一下不同的stain的颜色 在我们的木头上 你在真正漆你家的墙壁的时候 先要测试一下 考虑说这颜色是不是适合你们 你喜欢的特色 和符合你们家的房子的特色 所以说呢在漆之前呢 我们就去Share Room Volume 买了不同的颜色的sample 这几个是我选的颜色 我觉得说这几个颜色试试看看 它效果如何 那这块板子呢就是已经上了第一道青漆的颜色 第一道青漆通常它的颜色 它马上就被木料吸收了 所以说颜色非常浅 可是等你上了第二道 那个stain之后呢 颜色会就是变得很深 所以说那你要等第一道青漆干了以后 再涂第二道色彩 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真正的颜色 那我就选了这四个颜色 然后四个颜色你看 它颜色都是那种比较冷的系列 然后我都是标号1234 然后在这块板子上面 我们写了1234是代表什么颜色 所以说这样的话 你回到家里的话 你可以把颜色再涂第二道 那我们就先试一试吧 看看是不是真的像它说的一样 涂了第二道的色彩之后 颜色就会加深很多 要涂多一点 让它有机会渗透进去 那如果效果没有到你想要的深度的话 那可能还得组涂第三道 好了第二道的色彩已经涂上去了 你可以看一下颜色明显的加深 然后呢它现在还没干 就是干了以后效果如何 我们还很期待哦 不过至少从现在的颜色看的话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这个颜色 觉得这个颜色比较适合我们的房子 所以说我们现在房子的那个外墙的底色是这个颜色 然后呢 然后那个是木头跟Semiteboard Semiteboard 两个不同的材料配合 然后屋顶是黑色 还有排水管是黑色 所以说我就说根据我个人的喜好的话 我是比较倾向于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跟灰色还有黑色的屋顶挺搭配的 不过呢 就是等它干了以后再做最后的决定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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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